剛剛過去的星期六,更加迎來內地一年五日的五一黃金周 總計在星期六和星期日,共有超過76萬人次的旅客入境 當中超過32萬人次是內地的訪客 計及餘下的兩日黃金周假期,我們估計今年整個五一黃金周假期 會有60多萬的內地旅客來香港 我們可以看到訪港旅客的喜好也變得多元化 由明星古蹟、主題公園、購物熱點到郊野公園來到風光 地區小店、地區小食,都是深受旅客的喜愛 充分展示了香港的多元化的魅力和軟實力 剛剛過去的星期日,西九文化區的M家博物館 是有19,000人次入場 故宮文化博物館就有7,300人次入場 分別是創了開館以來的單日新高 另外,我也很高興見到過去幾天 各區的旅遊點,它的秩序是大致良好的 歡迎收看 感谢观看